好,来,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公语能这个章节 那这个章节呢,你你呢,可能又更近一点了 可能刚上完没多久,那可能隐隐约约还有一些印象 那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来快速复习 帮助你去了解以前到底学了哪些东西 把记忆够回来,那我们先看一下公语能这个章节 那公语能呢,这章一开始呢,它来介绍一个名词叫做公 而什么叫做公呢?我们先把公式回记起来吧 做公就是W等于F乘以S F乘以S,那F是什么呢?F是所谓的力量 S是所谓的位移 那这两个东西有各自的单位,你要小心 公呢,F我们习惯用牛顿,我们习惯用牛顿 那位移的话,我们习惯用公尺 这个稍微知道一下 那一般来讲,其实它没有强制的限定 你一定要用这一个单位去做计算 可是如果你希望你得到的W,也就是所谓的公 希望它是交额的话,你就要按照这种方式来算哦 那如果今天呢,你是用公斤公分,可不可以呢? 其实也是可以,只是你算出来不是叫做交额而已 你还要再去做所谓的单位换算,比较麻烦 那一般来讲,还是建议各位同学 尽量把F换成牛顿,距离啊,位移啊,换成公尺 这样算出来是交额,比较不会影响后面的功率 还有其他的功能转换的定理 OK,来,我们先看一下 来,W是公,那它是交额,它的代号是J OK,那接下来F,F是作用力,它是牛顿,N 那S是位移,那它的单位是公尺,那是M 好了,接下来 重点一,功是一个纯量 它是一个数字概念而已 它可以直接相加减,相互的加减 接下来重点二,做功呢代表获得能量 而获得能量这个功呢,我们称为正功 稍微记一下,做正功是获得能量 那既然有正功,一定就有负功了 所以来,做负功呢,就代表它失去能量 那先记哦,功虽然它有分正跟负 可是这个正负呢,是说得到能量或者失去能量 它跟方向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它是没有方向性的 接下来,重点是,做功呢 主要是为了转换成能量 所以,有时候有可能呢,是增加能量 有时候是减少你的能量 有时候不小心做到热能那边去了 那能量就会减少了 OK,那接下来 重点五,力量呢,必须跟位移要平行 才有所谓的做功 那这个名词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平行,一定要平行 因为这是解题的技巧 如果今天没有平行的话 你要负责把那个平行的力量找出来 那如果找不到平行的呢 你就要看有没有办法去找一些位移的平行 用一些技巧呢 把它们的平行位移 或者平行力量找出来 就才有办法做计算 接下来 第六,正攻的判断呢 是看力量跟位移的方向 有没有同一个方向 譬如说,我在往前走 再被往前推 这个就叫做正攻 如果今天我在往前走 可是有一个人一直挡住我 把我往后推或者往后拉 方向是相反的 这个名词呢 我们就称为所谓的复工 OK,接下来 做工呢 有时候是没有用的 什么叫没有用呢 明明有在出力 有在做位移 可是他有时候看起来 他的能量并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那什么时候呢 这三个 第一个 不做工的条件 有可能是你的力量是零 你可能一直在动 可是你的力量是零 这样也不算有做工哦 接下来第二个 可能你的位移是零 譬如说 我用手去推墙壁 虽然我出很大的力量了 可是墙壁根本连动都没有动 这个也叫不做工哦 接下来 或者你出的力量 跟你的位移是垂直的 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 我今天手里拿着一支笔 我的出力呢 是往上 可是我的手 却是往左右移动 这样我的出力呢 是没有做工的 因为我的出力是向上 它跟位移垂直 这是不做工的 接下来 重点八 等速度运动时呢 因为合力是零 所以合力的部分呢 它没有做工 可是各自的力量 还是有做工 譬如说 我再推桌子好了 我让桌子产生等速度向前前进的动作 我推的力量有做工 地板的摩擦力也有做工 只是这两个工的方向相反 好 导致桌子呢 在被我推的时候 它是做正工 在地板的地方呢 它是做副工 那相互抵消掉 那就变成零 就没有做工了 OK 接下来 重点九 水平移动时呢 具有地面的支撑力 那做工跟物体的重量 质量是没有关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要往前推 桌子它本身有一个向下的重量 而这个向下的重量呢 是不是刚好跟我移动的方向是怎样 垂直 而垂直的话就是不做工 所以一般来讲 在考虑做工的时候 跟你的质量 大部分都是没有关系的 除非 因为重力是向下 除非你往上抬 当你今天往上抬的时候 重力是不是就跟我们的力量平行了 这时候就会影响做工了 不然大部分水平的在移动的时候呢 重量跟做工是没有关系的 接下来 但是垂直移动的时候 因为没有地面的支撑力 所以做工跟重量 跟质量就有关系了 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这个 接下来 重点时 如果在这里考难一点点 可能会去叫你卡跟交的换算 那稍微记一下 1卡是4.12交的 那1交的呢 就是0.24卡 那这个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